大家好,歡迎來到K的視頻 之前我嘗試開啟過藍王的經理模式 不過幸福來得太突然了,兩集就奪冠已經結束了 今次我又重新開檔 今次我要回到霸龍紀元 即是10-11賽季 老規矩,我們都是打開角色扮演元素 這樣打工的感覺就會更加強烈 今次我操控的是金州勇士隊 我要嘗試還原金州勇士王朝 霸龍紀元這個時間,大家也知道之前測試過 OKC四兆基本上是無敵的 而且燈火還要續約 所以今次這個系列應該不會太快結束 而勇士暫時的陣容就一般 居你準備打第二個賽季,84種便宜 天使德德維蒙德,阿里斯還在陣中還沒放棄他 道理狐禮就是射手,這三分球只有B級,不算太強 Roni Carly坦白說我就沒什麼印象 上個賽季也不在勇士打球 巴馬路亦高射炮,之前一戶人打過Final 豪哥在,他的潛力當然不低 因為在遊戲中,即是JK已經知道接下來了會臨瘋狂 但是他已經22歲了,沒什麼時間發展 Charlie Bell之前在公屋跟聯哥做過隊友 接下來了這些愚無意外的話,全部都是選人力 這次這個系列應該不會太快結束 因為勇士這個班底比較弱 好,開始打工了,看看下一任務來了 教練第一個任務,指名道姓,交易,拉馬路亦和Roni Carly 沒問題的,這兩位強人總評都比較低 接著呢,兩輪的樂透選手權 接著呢,要兩個老將 其實真的有點重現感覺,還要老將做什麼 Anyway,財務長 行出身之空間 這個經常都是這樣的,這個目標經常出現 接著呢,賣球飛 賣球飛這些東西,就指人教是聽天由命 接著呢,不要超過43場 其實不輸43場的話,差不多都是季後賽邊緣球隊 剛才到時候會說到要兩輪的首輪籤 就是方向大概是我們選手的 這樣吧,我就未必還原歷史選Claid Thompson 未必,我就順其自然 如果就是說,等到我們選的時候沒有什麼太好的球員 那就選Claid Thompson 反正我就順其自然 當然,除了Claid Thompson之外 JB,面炭佬這些絕對是更加合適的 當然要看看實際我們選手權的情況 好了,一上來快刀斬亂麻 我基本上完成了三個target 第一個target說要加來拉馬路亦或者Roni Carly 我兩個都加入了 第二個target說要簽兩個老將 我簽了Antonio Daniels和Erik Dampier 這兩位老將其實比較有名 Erik Dampier 牛仔的球員很熟悉 打了很長的時間 不過一一年半,他就走鬼了 是不是熱火的 Antonio Daniels很出名 就是被AI CROSS OVER CROSSED 但是接拍來的回合,其實他也是被拘捕了AI 但是你沒有AI那麼出名 所以人們就記得你仆街的場面 世界就是這樣 接拍來的話,青空新金空間其實都做到了 現在都未到優賽期已經有4000多萬了 暫時未交易天線低低P 他這個位置我還在考慮 當然我們都是主要培養居里了 你說接下來我們有這麼多錢在這個自由球員市場 我當然也不會說簽了老師,簽了Wesburg 這些是沒可能的,是培養居里 包括什麼人都不會這樣做 主要都是培養居里,讓他成為大得分點 所以接下來這個自由球員市場 可能會簽一些,偏向防守型的球員 譬如Jo Kim都說這些我可以 當然他可能會續約 包括難度爐一點,我可能都會作出嘗試 我看到還有大衛西都在 現實上真的是勇士的球員 這些都可以嘗試 只怕我正在想,兩個落透手段簽 就算我們跌到落透區也還需要額外的一個 鳳凰城太陽這個我比較感興趣 因為這隊太陽真的是36歲 38歲的Grand Hill 這個陣容跌到落透區應該不出奇吧 雖然後面的球員,泰寶直不是太頑 但是這隊一般而已 而且我們付出的巢馬LUVERHEAD 加上這個假人尼的LUVERHEAD 火箭琴是比較熟悉的 2號仔,在火箭的時候2號仔 我記得的 這單技我也是做得過的 太陽還沒爛得徹底 這隊的活塞也是比較爛的 我想換掉你的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 那個交換最佳的Bug是存在的 好像這些交易的話 我是賺到洞了 交換最佳再加一個維拉紐華 但是我免得這樣做了 他真的有沒有故事 為了這個系列真實一點 不要了,不要了,沒有出貓 不可以說出貓的 是他自己2K的問題 所以麥士維加上2011年 活塞的手輪切 你看到這個陣容不太好 30歲 36歲的ABN ABN在這裡 不是那個ABN 有一個ABN 有兩個ABN在這裡 32歲的排骨仔 也就是夏美頓 24歲Running Star Kit 這個陣容不太好 應該都是落透區 其實我主要是希望削弱 因為我們的陣容 如果不然跌到落透區 就比較困難 天使低低B應該接牌也離開了 這家家是沒問題的 換了活塞的手輪簽之後 提前完成任務 其實那個截止期限是寫著選手結束時 沒理由現在就完成任務 所以接下來的話 其實我可以調掉手輪簽 因為我已經完成了董事會的任務 不過他說要手輪簽就是要選手 就免得這樣做 那當然了 天使低低B 我也想留下你的 但是95的頭腩King 不是 這隊伍不是你做大哥 居你做大哥 所以你還是要離隊 什麼好巧 EGODARA在這裡 我不是故意跟著現實走 這個是費城的小AI 其實不是很合理的 上季還有17.1分 但是2K預測未來 即是他現實這樣看到 EGODARA後來防守漢障 沒有怎樣得分 所以他這裡 先一一 都未到一一年 就已經改成60的TALAN CAM 這個不是太合理的 不過 適合了 我不需要你得分 我想你自己瘋狂斬分 所以這宗交易 我覺得就可以做了 沒有問題 這個大拿提前加盟勇士 接下來了可以開始無意了 我突然之間有一個想法 不如豪哥手法打 因為他有潛力 還有幾個賽季可以慢慢成長 剛剛我們簽了Antonio Daniel 35歲 所以這個球員導師制度就生效了 有幾個徽章可以幫助豪哥升總評 反正拿下經驗 而且手法方面 我決定了 豪哥這個賽季 你是手法球員 基本上是不會做替補 我已經設定了其他球員 是強制按在替補席 所以就是豪哥搭 豪哥四波傾向多少 哎呀 45 這樣就不算是出貓 其實頭欄傾向這些 根本就不是出貓 而且 後來就臨瘋狂 45點瘋狂 45點瘋狂 然後就第一顆分點 豪哥就75 都可以看到 都可以看到豪哥的資料 他的顛峰開始年齡 是26歲的 他現在是22歲 還有三四個賽季左右 我就大力鼓他 我覺得 可能豪哥不離隊 等等 還有一件事 豪哥這個是一年合同 不過你不用理他一不一年了 他現在很年輕 不用理他是不是一年了 我就有計劃把豪哥 長期留在勇士隊搭檔 居里 模擬了一段時間 老闆Henry 很明顯就不知道我的意圖 當然 我是from future 我見證過臨瘋狂 他說要釋出雷鳴球員 都是 就算我不與承諾 他都會放在這裡 但是我就不會理 確實 即是模擬一段時間 一勝十二負 董事會短痛比長痛 這個賽果是屁股我特意 都說要擺爛 接下來 你說選中 棉坦佬 或者其他球員 真的 短痛比長痛 所以我不會開除 Jerney Lin 接著無意到 佳日節止 再交易三個合同 未到期的球員 Jason Mcseill 陶高佬 和Charlie Bell 都是來隊 換回來的全部都是 準備到期的球員 沒什麼所謂 暫時一切在計劃中 15勝36伏 這個戰績非常好 在我預料當中 我們的三個手輪籤 應該全部落頭 這個肯定沒有問題 我們是倒數第二名 風向善泰人 倒數第十 沙城帝王 這麼狼死 11勝 什麼陣容 Terry Evans 09年的最佳新秀 這個賽果18.9分 還有Boogie 這個是新秀賽季 東浦這邊還有一個活塞的手輪籤 暫時第十四名 哎呀 我相信 不過撞完籤就未必 不過可能前五 我懷疑前五可能有三個都不奇怪 好 第一個賽結束 如無意外 我們取得了24勝58伏的驕人戰績 這個戰績是很滿意的 我很滿意的 是預料之內 這個戰績是排到西部的倒數第二名 後來太陽又贏了幾場球 木狼掉下來了 沙城帝王還是夠爛的 我們還有一個活塞的手輪切 我屌 又是29勝53伏 這樣就 一開始還說前五有三個選手拳 應該沒有了 看看數據方面 居里這個是歷史性的賽季 又有7分 5.48 5.8個助攻入選 奧斯達 也是入選最佳陣容 是入選了三陣 等等 75的頭籃 就是這樣 沒必要慢慢等 我都說了 這隊球的話 是你的了 是你帶隊 直接調成99頭籃 沒有必要慢慢等 以高達娜得分 絕對不高 60的頭籃 我不會調 長均有10.8分 再看豪哥的數據 14.9分 3.9的助攻 看上去的感覺 慘不忍道 但暫時內線得分 C中距離C加 三分球C加 差不多 主控是A 這個比較好的 其他球員坦白說 就不需要太過留意了 很多球員下的賽季 都未必會留在球隊裡面 我們模擬一下這個球員賽 最後是馬蜜葉火奪冠 接著是DWay拿了FMVP 第2個FMVP 31分 8.6個版 8.6個助攻 其實真的要炸炸 這個賽季可能葉火還有機會 但是我覺得接下來的時間 四笑了 四笑太恐怖了 接下來開始 忙碌的優賽期 有兩個任務 看看 教練做了一個任務 給我 阿忽又來了 三巨頭 不過在2K裡面 大家再次看到 只需要83總名以上 就叫巨頭 目前我們已經有居里 EGODADA兩個巨頭 OK 三巨頭 應該可以做到 老闆 亦都下定 訓練完 這些就比較輕鬆 我發現阿忽幾喜歡搞三巨頭 接上來準備進入選手大會 抱歉 忘了落透這個刺激的環節 現在我們再看 有沒有狀元 看看前三有沒有我們 是有的 但是沒有狀元 沒有火眼 只有一個探花 然後前十 我們還有第七和第八順位 這個效果就一般 坦白說 第三順位就很難選擇面炭佬 其實我的目標就是面炭佬 可以推回阿EGODADA 所以狀元籤 明尼蘇達木狼 是選中了 而無意外的話 Kawaii Land 然後沙城帝王 是火眼 他們火眼第十位 金巴和家 這樣我還有Jimmy 我還有Clay 還有Kairi 哎呀Kairi 我現在要培養居里 不選Kairi 不是太現實 Jimmy 還在 Kate Armstrong 還在 不過 其實都是 坦白說 我不是一定要跟現實的路走 EGODADA 防閃是頂級的 我沒理由再做多個JBJB射球 本身也不是太遮極的那隻 這樣在現有的球員 作選擇的話 都是他 都是Clay 不是故意做水花兄弟 都是Clay 接下來 巫師第四順位 哇 馬古斯莫里士 OK 你們喜歡的話 沒問題 跟著功錄第五順位 嘩 是假人 Destimate 你不要跟我說我還有Jimmy 第六 速龍 你怎樣 速龍怎樣 Kairi 喂 Kairi 跌到第六順位 言下之以第七的話 我們還有Jimmy Butler Playoff Butler 那肯定選Jimmy仔 不過 好像從新秀這樣模擬 Jimmy仔的最高潛力不是太高 但是 現有的情況下 絕對是Jimmy仔 好 還有一個第八順位 我在想要不要選擇他 反正我不是很喜歡 比較軟 包括胡鮮也是 我都不太喜歡 比較軟 TT的潛力有限 Tobias Harris 都OK 不過現在風扇我們都不少人 不過Tobias Harris 又可以穿大前鋒 這樣 選擇他 不過還是內線球員好一點 因為暫時我們真的沒有什麼內線球員 其實我真的不太想選擇 他現在的3分波能力是多少呢 都有B 起始就有B 那我試一下他 不適合的話 再調都不遲 不適合再調 他又能選擇3分 選擇他 我覺得我們的收穫是不錯的 接下來了家裡的保護期 剛才阿斧說要組三巨頭 我們確實現在還欠一個 霸三種名以上的球員 我檢查了一下這個自由球員市場 就看霸三種以上的球員 肯定不會說簽康里 肯定不會說簽東名法家 蘭道夫之前說過會考慮 但也不是太對 始終他三波都私家 年紀擺到 我們就搞青春風暴 Joe Kim Noah 其實有了還私下私的情況下 再選擇Joe Kim Noah 我覺得就不是太合適了 霸福特是最佳人選理的可惜 他是售限的自由球員 而且我們這個報價都不是第一名 Camelu就算了 我都說要培養居里 看來三巨頭這個目標是做不到的 好了 第二個賽果開始了 忙碌的優賽期過去了 組不到三巨頭 但是我簽了不少球員 首先大前鋒這個位置 我選了AK47機率連高 確實本身沒有太多選擇 留意到機率連高 內線防守 外線防守都A 而且都射得3分 這裡只有B-不算太準 但是起碼給他 他不會像Bang那樣 屍屍屍屍屍 AK47都可以用 Key Thompson就在陣中 JB在陣中 或者JC 這三位就是選手選擇的強 即插即用 基本上 JB應該是剃補你 其實他跟EGODALA功能好像都差不多 暫時他們的射球都比較差 但是防守 當然EGODALA暫時是頂級的 值得一提的 豪哥 上升了3點的總評 看看他的徽章 上個賽果是4個徽章 這個賽果是10個徽章 豪哥是自己上升的 我們看上升的3科 到了B減 外線防守 是B加 潘加 查 reservation 就是做居屍屍的淒保 還有給亭 在大前鋒這個位置做了 替補 當然她是頂級的強 chin 他說防守 防守方面是不錯的 留意到 我是簽了很多老將 為什麼呢 當然是為了這個訓練 看看 los Flu 大師的制度 JB 是Lul 대� Ot değil 毫無疑問,JB的投射比較差,你跟著小腦子高要學什麼不用我講 K Thompson 跟著給大家學一些防守,當然K Thompson 的防守不是很差 然後 Maguire 只能學一個藍牌的徽將,但都可以學 最重要是豪哥,豪哥跟著 AK 47 AK 47 有很多徽將,所以豪哥都是獲益良多 這個導師制度我安排得非常好 所以這個賽季暫時的手法是這樣的 居里,K Thompson,Igo Dada,AK 47 跟著橫C 然後剃寶直還有JB,豪哥,茶馬士, Sean Bairdier 還有Sharton Williams,暫時打過十人輪換你 這個賽季衝擊總管局,不是,還不是時候 但我頗滿意這個陣容 第二個賽季導師會的任務是怎樣 只有三個任務,我想說不要太虛幻 我們還不是挑戰總冠軍的時候 首先教練說球迷關注沒有問題 今週的粉絲一直都支持我們 然後呢,不要輸35場 嘩,其實不輸35場的話 都會有機會去到季後賽的上半區 當然這個賽季,我們的目標是挑戰過後賽 確實比較實際 然後呢,沙城帝王是我們最大的競爭對手 在例行賽要贏帝王 這個目標很特別 其他都不說了,就是要背著沙城帝王來抽 好,那沙城帝王是什麼回事 你的陣容怎麼樣 嘩,謀世驚 Booey Tiree Evans Ronnie Sturkey Benner Woodrick 不過 都可以的,三巨頭來的 三巨頭來的 人家有三巨頭,我們沒有三巨頭 好,董事會已經下了命令 原來跟沙城帝王確實地位置方面都是比較近的 跟沙城帝王是宿敵 結束第一集之前,我計劃好了 這個系列每一集 至少都要給大家看一下入場的畫面 所以KIMOZIN我就SIM CASE 半場結束的時候入場 看看第二季 今週勇士這個陣容打成怎樣 KIMOZIN是對著猶他著事 第三季開始小小,暫時領先8分 居里19分 KThompson12分 豪哥也有8分 不錯,我幫KThompson三次犯規 入場剪點highline 好了,進入現場了 一上來給KThom Wildman的機會 新手版本而已,給點耐性 環斯亞斯都是新手版本 但你大蝦細,你整個vailaway就淋了一點 確實剛開場手感一般 AK47面對舊主很積極搶版就捉到犯規 環斯亞斯確實運動能力是頑皮的 這個球給你了 KThompson3分是第一個運動戰得分 KThompson3分不進入,留意到 環斯亞斯,其實這季是考察期 坦白說,我覺得多數我都交易你了 始終速度方面慢了一點 牙尾這些東西你要做好 這些轉換進攻,你這樣完全是眼神防守 垃圾人的了 居里這邊的step back 都繼續是炒了的 確實剛入場之後,整隊歌手這麼多一般 轉換的進攻,阿里伯 以一敵二又捉到環斯亞斯的犯規了 以古奧達娜,即60的頭腦鏈好像又低了一點 我想要不要調一下 居里這邊弄了橫二步的3分 起活的光顏達波 居里這下的偷球意識非常好 給到JB,輕鬆草樽 接牌的進攻輪到AK47展現防守意識 打排球截低這個波轉換的 將攻伊古奧達娜,塞障 留意到AK47的入場 真是大腿級熱表現 這個波給到光顏了 對了,環斯亞斯你要飛,他來搶板才對 JB一個子彈全球給到了AK47 接牌的這個陣容,坦白說大家可以看到 豪哥,JB,伊古奧達娜的陣容 這個輪換陣容的進攻能力是弱一點的 坦白說是要靠AI 其實真的要提高AI的頭腦鍵 說的是小AI,伊古奧達娜 一拳一射,盡遜風扮 那時候還可以攻擊 這裡看到了AK47的防守意識 打排球的 但環斯亞斯速度慢了一點 你看到其實真的運動能力還是差一點 雖然說最後都搶低這個板 伊古奧達娜給到了AK47 又看到他真的很薄 所以這一節雖然說手禁一般 但是仍然贏6分 到了第四節更多的替譜球員上場 留意到4號的老將哥連神 很積極的 Bloch很積極 接著真是Bloch到伊斯密 每個頭發個Pink給一號 豪哥這個左手的拋頭來的,很瀟灑 接著又是哥連神 釋穿了全球意圖一個偷球 豪哥這邊對著Raja Bell 不是那麼容易爆發 出到阿拉斯加球王 查瑪士首起都落三分命中 接著查瑪士給到哥連神 底下又肝腰不進 但好像這樣拼搶前場 難怪 一定要這樣拋進去 我為什麼覺得哥連神比蘭斯亞斯還好用 防守端他又偷看了這個球 Jason Macille 對著他 找不到任何的好處 豪哥這邊單打Raja Bell 其實真的難 Raja Bell 防守很強 但通過節奏的變換 右手拋頭命中 最後七分鐘 很多主力球員上來 居里一個不講理的三分 然後PickK Tom出來 但始終都是新秀 Wild Open三分都不入 不過有隊友不可以抹屁筆 居里這邊就撻到慌勢了 兩個三分 接著一個Long 2 保持領先優勢 再看看這次轉換的防守 Ego Dada 和AK47 很快 轉換的防守很快就到位了 AK47自己再推轉換的進攻 讓居里踩界 Wild Open的Long 2再中 第四次他拿了10分 看看AK47這個防守距離的把握 自己搶藍板 接著自己推上來 自己上來 對了 我是怎樣得到AK47的 而且這個價錢也不是很高 我記得那份合約很便宜 一直保持10分以上的差距 最後還之後再吃兩個餅 最後居里再射個3分 向刀場的觀眾說一聲 萬安 所以 第二季的肩膜節 打得不錯 116比102擊敗 猶他是著事 再看這場球數據 居里非常高效 30分鐘 拿38分 416 做了3個偷球 現在是101賽季 所以單場入8個三分球 其實是非常恐怖 反而是交出DoubleDouble的數據 但始終我都是嫌棄 他移動的速度比較慢 Makay Tom 10-5 拿低12分 豪哥替寶出場 也有12分 豪哥和JB算是超級替寶 當然JB入場暫時會折磨一點 因為他的進攻能力還未打磨出來 比其47 10加7加4 還有3個 我非常滿意 其實暫時這個陣容 對於這個賽季目標 衝擊季遊賽來說 我都比較滿意 當然接下來繼續模擬 想走得更遠的話 有些位置 比如中鋒這個位置 是需要作出調整的 好了 今期的視頻到此結束了 喜歡這個系列的朋友 希望可以多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